希望把早上那個錄製聚集的部分帶進來的話 那你有沒有要特別注意,原來的這個公式你不用刪掉 為什麼?因為將來你錄製的話,其實只要打勾 打勾的動作,聚集也會幫你錄進來,所以你先不用刪掉 我的習慣是先把公式先做一遍,我再來錄製 不然你要重新再下一次那個公式,反而比較麻煩 另外呢,第二個是,特別注意你那個開始的第一步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同學做錯的大部分都是第一步 沒有把游標放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有的人可能就是直接把它放在這邊 那你會發現它最後要切到,其實正確的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你將來的按鈕會在哪裡? 如果你的按鈕會是在查詢結果的話,那請注意 請你先把你的游標先停在這一個工作表 否則的話,將來呢,你可能會發生錯誤 因為你少了這個切過來這個動作 因為你切過來這個動作,它會幫你錄一行 哪一個序詞?電子類似 如果這一行沒有錄進去的話,那將來它也不會有切的動作 所以特別注意,你要先確定你是從那個查詢結果開始 所以這裡我們先錄整個關 錄字聚齊 那聚齊名稱的話也許我叫做黑名單好了 按個確定 那一先切過來 二的話呢,把游標 停在什麼呢? 停在B2上面 不過特別注意 現在已經在B2上面了 所以如果你在點它應該不會錄那一行 所以我建議你先重新再來一下 把它放在別的地方 否則的話,它不會點那個動作,它不會錄進去 所以這個把它蓋過去 重新再來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細節還蠻多可能要注意的話 黑名單 好,一把它取代掉 重新再來 如果NG的話 你就把那個剛剛錄的那個 把它蓋過去 一切到查詢名單 OK 它會幫你錄一行 序齒刮虎查詢名單.slate 然後再來的話呢 游標放在那個 B2儲存格 所以它會幫你錄一行叫 Ranch B2.slate 然後呢,游標放上面 資料編輯的打勾 其實只要打勾就可以了 因為它會幫你再寫一行 這裡面的formula等於這個公式 然後你把它向下填滿 OK 向下填滿之後的話呢 再來游標放在B1 它會幫你錄Ranch B1.slate 然後呢 資料開選 把什麼呢 0打勾取消 剩1就可以了 那一樣 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A2 Ctrl-Ship向下 Ctrl-C 切到那個哪裡呢 切到查詢結果 游標放A1 Ctrl-V 好,錄完了 那錄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停止 開發人員裡面的停止錄製 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個按鈕 那大家如果說你將來需要 第二個按鈕是什麼呢 清除的話 你可以錄製聚集 第二個的話 可以再輸入那個清除 清除的話 就是把那個 這個原來查詢的結果 游標放A1 Ctrl-Ship向下 Delete 好,這個是清除 OK 停止錄製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已經產生了兩個按鈕 最後呢 你可以 那你可以測試一下 執行看看 執行那個黑名單 好,試一下看到不OK 那就在劇集裡面 執行看看 他會跑 不過他會卡一下下 再幫你怎麼樣 切回到 剛剛的那個 查詢結果 過來了 那清除看看有沒有辦法清除 清除 執行 OK 那沒問題的話 最後呢 你在旁邊 多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叫黑名單 那一個叫清除 那這邊 順便說一下 如果你要做第二個按鈕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把第一個按鈕複製 再貼到下面 那為什麼用複製的 因為你如果要拉一個一模一樣大小的按鈕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OK 所以你用複製貼上的話 再來改 那怎麼改按右鍵 指定聚集就可以了 把它改成那個清除 然後這邊把它清除一下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清除啦 那用複製啊 特別按右鍵有沒有 複製 然後呢 再按右鍵貼上 再按右鍵呢 指定聚集 重新改一下 那這樣的好處是 你的兩個按鈕大小 一定會確保一樣 那我的習慣是 用複製貼上的話 來增加按鈕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呢 可以把黑名單帶過來 OK 那把它執行 OK 那你會發現 它其實還是會跑啦 那跑完之後呢 幫你把資料呢 全部自動帶過來 一個清除 OK 這樣的話 那也就是說 以後你的前面的那個清單 假如有更動的話 其實你可以不用重做啦 你就錄製一個聚集 它就自動幫你全部再查完 自動再把你的黑名單 的查詢結果呢 也自動帶出來 OK 當然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地方 覺得不盡理想 比如說 它點下去的時候 它會卡在這裡 很久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 如果你不希望它有那個切過去 然後等很久的感覺的話 可能它要做一些處理 不過這個部分當然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看一下那個 聚集裡面 把它編輯一下 這裡面其實還可以再做一些程式上的修改 那當然呢 你如果要讓你的工作自動化程度更高的話 其實我覺得聚集是一個不錯 而且還蠻重要的一環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個動作 再錄製成一個 這個錄製劇 試試看 並且